那么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汤圆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我们新闻头条要来关注的是 F-51战机再传失事 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两架F-51战机 昨天执行对地炸射训练之后 在下午3点07分返程 两机进行这个队形调整的时候 疑似发生了插撞坠海 军方在海上搜救到了罗尚化中尉 紧急送医救治 但是仍然不幸殉职 另一名飞行员潘颖尊上尉 军方连夜搜救当中 并且欲请国人集气来祈福 国防部已经向蔡英文总统 报告这个事故 那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就说 蔡总统只是救援优先 要求各相关单位 务必要全力搜救 并进一步厘清事故的原因 向社会各界报告说明 好 我们持续来关注 空军昨晚是下达了天安特检 所有的军机全面停飞 除了肩负战备任务之外 训练 演习任务全数暂停 并且包括了战备乐 以及今天即将登场的联想操演 这是空军执行天安特检 第一次要求所有的军机全面停飞 那空军参谋长黄志伟就指出 弹射以更新作业计划 以及承报给国防部 将采用最先进的弹射 国防部已经核准厂商 也至制航基地来勘察 预计最快今年底 明年初就能交货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 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白宫申报给美国政府伦理局的 财务资料曝光 多位拜登的政府官员 过去曾经与大型的企业 如科技巨拨 微软 脸书 谷歌等 关系匪浅 其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曾经持有上述三家公司的股票 更为微软提供有心咨询服务 不过与川普的团队部分成员 身价就动辄上千万美元相比 拜登的高间幕僚 只能算是普通富裕的等级 那今年1月 微软的exchange电邮软体 遭到网路攻击 苏利文就是负责领导 跨部门因应工作 那白宫21号发布的声明表示 诸如像是苏利文等官员 是经验丰富的政府领导人 他们担任公职之后 会把过往在民间部门的广泛 多样化常才带进政府 好那再来我们镜头 回到我们国内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上周 由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 临时提案表决通过 成立了疫苗采购调阅小组 未还委员会昨天确认上周 议事录的时候 国民两党现场交锋不断 国民党指引民进党立组 调阅小组成立 是在掩护不当的利益输送 那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是回呛 18秒就通过临时提案 是在急什么 好国民党立委 陈云珍本会期 担任未还委员会赵伟 那上周四的时候 表决通过了临时动议 成立了疫苗调阅小组 本周轮到民进党立委 要陈云轮值周围 那陈云就主张程序瑕疵 引起了蓝绿大战 最后在强势表决之下 是删除该案 好另外我们要看到 是中研院前院长翁企惠 2017年因为号定案 遭到监察院弹劾 法院与工程会都认定 翁企惠财产申报不实 去年监委换届后 监院司法及预政委员会 10号是通过了 第三版调查报告 逆转先前的调查 认定翁企惠没有财产申报不实 也没有违反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回避法 先前调查的监委 王美玉昨天提出不同意见书 那指出翁企惠词 反复不一 也违反了公职人员 利益冲突回避法 同时他也提出监院 对于已经经过弹劾 及承接案提出再审 应该就制度面 是否周全研议救济的途径 不应该因为个案就因人设施 以上就这节读报提供给大家 好我们再来点点名 我看到杨云 好陈寗泰老爷别这样 杰西卡 杰西卡也来咯 奥里斯DH利 好然后呢 还有我们再来看看 潘南西 好百香果 路过的球球也来了是不是 然后呢好阳晨光 好我看到大家都慢慢的加入我们咯 还有跌倒的鲑鱼寿司 好你是跌倒的 好那么接下来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要来看到正值呢 美中高层战略对话会晤落幕之后呢 以及啊美国政府在印太地区 密集展开外交攻势之际 中俄外交行动也随之展开 22号到23号 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访问大陆 与大陆外交部长 王毅在广西桂林会晤 那中俄各自呢 对美关系是会谈的重点 两人是共同强调 美方应该要停止单边霸凌行径 提指干涉他国内政 停止拉小圈子再搞集团对抗